那我们进入童年心理学第七集 自闭企向儿童的教养 那什么叫做自闭企向的儿童 自闭症的儿童 基本上是比较严重 那比较不严重的 那我们把它叫做亚斯波格症 所以如果连双向沟通都困难的 我们叫自闭症好了 我们不要分太细 那还可以做单向沟通 部分沟通的 那我们叫做亚斯波格症 那这些 这些自闭企向的儿童呢 他们好像生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里 你很难想象就是说 就像这个照片里面的小孩一样 婴儿一样 他的周围呢 是被围住的 他资讯是被封锁的 他是被隔离的 他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去探索理解这个世界是长什么样子 就好像被关在自闭室 禁闭室里面 没有窗户的一个世界 那他等于反求租籍 靠自己去探索 他没有办法向外去探索 那这样的小孩 他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 他在小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兴趣 应该说没有能力去探索这个世界 所以他会特别的乖 他不吵不闹 他跟外界没有交流 没有反应 那如果他会吵会闹 绝对是他对自己不爽 他不是对外面不爽 比如说他肚子饿了 他就哭 然后你安抚他都没有用 他不接受安抚的 因为他跟外面没有交流 所以要么就是特别乖 不理人的 自己在那边玩 要么就是肚子饿了 或者是什么事情发生了 他觉得很不高兴 不接受安抚 所以特别吵闹 自己吵闹 吵自己 不容易安抚 一个就特别乖 那一般的小孩子 到达两岁的时候 是有一个高峰期 是会有分离的焦虑感 特别的黏忍 如果这个时候 你的孙子或小孩 没有特别的黏忍 也是有病 就不黏忍的 没有分离焦虑 谁离都可以 谁把他抱起来 都不哭不闹 这样子也是有问题 没有分离焦虑 听起来就有点怪怪 对不对 全部都是围绕在 他没办法理解这个世界 不跟这个世界交流 那接下来就要发展语言了 那语言是跟人家交流的工具 那既然没有交流 干嘛要语言 所以他不需要人类的语言 他会以自己的语言 比如说他会叫说 呃呆呆呆呆呆 这样子 狗狗狗狗 他自己的名词 自己的语言 所以他语言发展 算是实质的 或者是不讲话的 那他玩了自己玩 他不想要跟人家交流 也不知道怎么玩 他不会模仿别人 别人开玩笑 你会模仿吗 他不会 他走自己的路 因为他那道墙很高 他没办法模仿别人 那这都到小朋友的时候 那他慢慢的就长出一套 这个发展出一套 他自己的行为模式 他一定要这样子 这是他熟悉的模式 包含他讲的话 他的语气 他使用的东西 他的生活的规矩 都有固定的行为模式 所以简单的讲 隔离的世界 走自己的路 这就是他发展的轨迹 那父母到底要做些什么角色 你眼睁睁的看着你儿子 小孩 女儿 孙子 走自己的路 那你怎么办呢 你有时候会有点担心吗 不融入群体 好像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所以你所有的教养 的一个目标就是 要把这一位 要走自己的路了 千山我都行 万寂能终灭 孤舟说立翁 独掉寒江学 这时候不是孤舟啊 坐在这船里面 是以那个孤单的小孩啊 那你怎么要把他拉回群体 今天方医师 就是要来讲这件事 首先我们来看这张图 什么叫做自闭镇 自闭镇 他就像在盖一个建筑物一样 他本来那个买的钢筋水泥 买的材料 他是可以盖十层楼的 结果呢 他盖五层楼的时候 他就不盖了 所以他少了高层的建筑 那盖了不盖以后 有两种人 不盖就不盖了 材料就丢了 有人 把盖十层楼的材料 盖在五层楼里面 所以他的房子隔间 本来隔三间两间的 他隔了五间十间 因为他材料太多 前者盖到五楼就不盖了 什么都不管 这叫做典型的自闭镇 双向公透有困难 那那种 材料舍不得浪费掉 只盖五楼 那用十楼的材料 盖得密密麻麻 盖得特别密的 那个叫做雅思伯格症 还有沟通能力 他对细节特别重视 所以自闭镇 你看这张图 他的高层建筑 就是属于这个叫做镜像区 可以理解别人的大脑 这算是高层建筑 是盖在五楼到十楼这一段 他没盖 所以他不太理解别人 然后他反而盖的秘密麻麻 是什么 他前而叶的神经细胞 还有神经纤维的连结 特别的多 特别的密集 那这两个 还有他的那个 肠的神经纤维 反而是不好 他肠神经纤维不好 还有他大脑的高层建筑不盖 所以变成 他没有办法对大的事情 复杂的事情 复杂的他不理 人际关系算复杂的 你要从你的一个眼神 一个表情 一个手势 就能够判断出你在盖 这是属于高层的建筑 所以这方面呢 他没盖 所以他不理大 不理复杂 但是他超会理小的 尤其是亚斯伯格镇的人 他把10层楼的材料 盖到5层而已 所以他对于小细节 特别的敏感 特别的敏感 就有上次跟各位讲过 游泳池5公分的水位的事情 还有他对声音 那个声音的音高 那个他特别清楚 还有人会看了一眼之后 然后回去把所有的细节画出来 所以他的大脑的设定 配备 是专门处于这种细微的 细节的事情 处于特别厉害 如果你给他机会 他会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那叫偏才 不是天才 偏才 但是他没办法理那个大 那怎么办呢 比如说这张图 这个小朋友 你看有一个大人 一直在跟他讲话 那一直在跟他讲话 这个大人 首先他听不太懂 大人在讲什么 他也不想管 所以大人的意识的表达 他的手势 他的眼神 他的语气 这些小孩呢 不太接受到 所以不太接受到 他会很焦虑 很担心吗 不会 他就有点像 跟一个瓶子讲话一样 或者跟一个 玩具讲话一样 没什么感觉 那既然 我都不了解 你在讲什么 我也不想要讲什么 你会对这只恐龙 讲话吗 说恐龙啊 我很多心思要跟你讲 不会 有时候会 在极端的情感之下 那既然不会跟他讲话 你要跟他讲话的时候 你会跟他讲谎话 比如说我要跟你讲心思 我想要跟你讲心思 其实我既然还要骗你 那就更两个不可能了 我跟恐龙讲话都已经不可能 我在跟他讲心思的时候 我还骗他 所以他不太跟人家沟通 那第二个 就是这个自闭症 自闭起向的小孩 他没有抽象思考 复杂思考的能力 这张图 你看这个人 脑袋装了一个翅膀 在我们那个 西森兰路 那个胡华饭店的门口 有一个公共建筑 他是一个大的头像 他头上面装了一只翅膀 那我小朋友就问我说 为什么他装了翅膀 我就说大脑能够自由的翱翔 所以装上翅膀 那我们正常人应该要努力的发展自己自由翱翔的大脑 但是自闭症小孩 因为没有盖上层的建筑 所以他是住在一个牢笼里面的 他不但没有翅膀 还加上了牢笼 那有位叫Rona Grady Wynn 叫Wynn医师 这位这个Wynn 这个Rona 这个Rona医师 他是一个英国精神科医师 那他算是儿童发展领域的 障碍领域的先驱 他做的研究是促进全世界对自闭症的了解 尤其是他1976年 他引入了一个叫亚斯伯格症 因为他有一个小孩 有这个自闭起象 那他就认真的研究 他是转行过来研究自闭症的 然后对于这个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有这个起象 他给他一个病 叫做亚斯伯格 亚斯伯格是一个德国人 而且跟纳粹有点关系 在那个时代 你只要是这个层次的人 很难不跟纳粹有关系 那这个亚斯伯格 这个德国人 他也描述了一大堆 这样子自闭起象的小朋友 甚至还把他们送去治疗 那你知道在那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阶段 如果送去治疗 都会当作是有身心障碍的人 会被消灭的 所以这位亚斯伯格症 这个名词 就是有一个污点 所以在这个欧美的 这个精神医学界 就不喜欢这个名词 不要讲亚斯伯格 他是一个跟纳粹有关系的 德国医生 所以他们就 把他简变成叫做 自闭障碍 自闭症平谱障碍 这样的一个名称 那把他简化成 需要一点点照顾 需要比较多的照顾 需要很多的照顾 分三个等级 轻中重的意思 那其实呢 你也可以这样想 你就是亚斯伯格症 就是那个轻的 还可以沟通的 自以为是而已 那重的呢 就自闭症 不跟人家沟通的 但是还可以活 但是有一种更严重是 不但不跟人家沟通 连基本生活都有障碍 分这三种 那他提到 这个ASD 这个自闭 平谱障碍的 这个病人 叫ASD 那他里面有三个成分 第一个就表达障碍 他不太需要交流啊 所以他表达有障碍 第二个 社交障碍 就是不喜欢 理不了人 所以没办法理 第三个呢 想象力障碍 因为他们的高层建筑是有问题 所以你三个 三个状况 事实上是同一个状况 也就是大脑的 高层次的 这个神经的连结呢 发展不够 所以他对于复杂的 想象的事情 他不能理 那个人交流是很复杂的啊 所以他 没办法理 那既然不理人 他就讲话 就省下了 像方医师这么爱讲话的 这个是比较少 那儿童认知发展理论 法国的精神科医师 叫皮亚杰 皮亚杰说啊 两岁到七岁的时候 他鼓励说出自己的想法 要让他有想法 你在教养你的小孩 在七岁以前 你必须要鼓励他说 你的看法怎么样啊 为什么会这样啊 你在想什么啊 你尽量鼓励他讲 有助于他发展 他自己的人格 你不要那时候就问他说 那个隔壁小王在想什么 老师为什么要嘱罚你 老师在想什么 然后那个柯文哲 是好的还是坏的 这个都跟他无关 不要一下子跳到 要去理解别人啊 在小朋友的阶段 先理解自己 先讲出自己的话 好不好 到七到十一岁呢 他的大脑已经足够发展 他开始要鼓励他 去理解别人 比如说跟同学吵架 你要跟他问说 好 那同学为什么要骂 那为什么老师要这么凶 那他可以讲 讲好讲坏都要鼓励他 那到十一岁以上 就是要讲出道理 已经不是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 而是一种抽象的道理 一个归纳综合的道理 那有人心智发展 还停在第一阶段 一直到长大以后 他还只在讲自己的想法 那就有点自闭其向 那怎么教养小孩呢 你今天发现你 小孩或孙子 有这个自闭其向怎么办 那方医师这样讲 你当然不能送去把它消灭掉 只有在二战德国的时候才会这样 我们要教养他 这个世界对他来讲 太大了 太复杂 太抽象了 太模糊了 这个世界太大 我们就给他小一点的世界 给他小一点的世界 一步一步走起 就好像现在叫你 从这里走到台北车站还可以 走到新北也可以 那走到新竹 去找高宏安市长也可以 有点困难对不对 可能会找不到他 不算是 但是叫你走到台中 找到高雄 你可能会放弃 所以既然走不到 走那么远 马上放弃 你就要让他走短一点 不要因为路太远就不走 那如果让他走短一点的路呢 第一个 你要帮助他加强表达 加强表达 因为讲话表达 是跟人家沟通的工具 比如说这个小朋友 他要拿那个玩具 那玩具有点高 这张图画得不太好 不够高 事实上这小朋友看起来 伸手是拿得到玩具的 那如果今天他伸手拿不到玩具 但是那个玩具是他平常在玩 然后小朋友会怎么样 这时候你不要理他 你要他讲出来 讲出什么 妈妈我要拿那个玩具 那你才拿给他 你鼓励他要表达 如果他是 那你就拿给他了 他就没有练习表达的机会 所以在生活上呢 你就要帮助他表达 那还有什么可以练习表达的机会 比如说你看到你这个小朋友 叫做小明好了 那你看到小明就说 妈妈看到小明 小明早 小明一半没有反应了 你就要教他说 你要跟妈妈说妈妈早 那每天都练习 小明早 妈妈早 小明早 妈妈早 那就规定他说 他只要看到人 他都要说早 或者是好 那就是要这样不断的练习 那这练习不要太复杂 比如说小明今天早上想吃什么啊 你这样问小明 他脑袋突然浮现很多东西 到底要喝果汁 还是要喝咖啡 不知道小明喝不喝咖啡 然后他就想了一大堆 然后他就当机了 所以你不要这样子问 你问说小明 今天你要喝橘子汁还是柳橙汁 柳橙汁 小明又当机了 因为橘子就是柳橙 柳橙就是橘子 你要喝苹果汁还是橘子汁 苹果汁 那这样小明至少可以判断 所以尽量不要用那种开放式的问题 小明很容易当机 要用清晰简短的问题 最好是只有两个选项 光是两个选项的这件事情 就让那种不跟人家交流沟通 不太讲话的自闭对小孩开始讲话 有一位妈妈来找我说 对他小孩看起来蛮严重 他在公众场合是会突喊大叫的那种 结果呢开始用两个选项来帮助他小 每天都问他 你现在想要出去走走还是继续画画呢 你现在想要吃这个饼干还是糖果呢 然后那个小朋友就开始有反应 因为他可以解决 所以世界太大就给他小一点 那飞鱼的表达呢 还可以增加那个手势 让他了解 让他了解 比如说 意思是说我眼睛看着你 OK OK 这就是用那个手势表达 那当然你平常讲话也可以跟他用手势 那他的表达有限 他不太喜欢讲话 但是你会发现 因为他音乐可以弹得不错 所以给他谈谈音乐 音乐就成为在这个level里面 在这个范围 是帮助他表达的工具 所以我们在讲还是第一阶段 对一个不太爱讲话的小孩 音乐说不定是他抒发情感 表达内心的一个方法 他弹钢琴 画画表达 他不太讲话 只是他画画呢 画出内心的世界 不错 但这个层次 他没有在搞社交的能力 他只是在增加表达能力而已 那如果一个人沉浸 沉迷于音乐跟画画 他反而减少跟人家表达的机会 所以你不要以为音乐治疗 画画治疗 是帮助自闭正寝 像小朋友走出来 反而是帮他走进去 所以那个 在这个音乐表达跟画画表达上 方言师是把它定位为 增加他表达的内容 沟通的方法而已 并不是拿来做社交的能力增加 所以你不要让他闯入 沉溺 在音乐上跟画画上而已 第二个程度 加强理解他人 你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在做什么 那如果你问那个自闭正寝下的小朋友 他就说 我看到一个大人 那这个大人呢 好像在洗手 那旁边有一个小孩 那小孩在看着一个人 那这个地方呢 有一些餐具 有一些杯子 那你问他们在干嘛 他说 没在干嘛 就是这样 有两个人 还有一些杯子 事实上是一个母女 或者母子在互动的一个场面 所以他见数不见灵 见小不见大 他无法综合起来 那有这样障碍的小朋友怎么办 哇糟糕 有自闭起向 如果帮助他加强理解他人 你就要跟他玩角色扮演的游戏 你可以拿一个刚刚刚的纸板 那一次问他说 他们在干嘛 那你会发现他沉溺于细节 你慢慢把他弄大弄大弄大 那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那他们现在在干嘛呢 这是什么地方呢 那他说 这是厨房吗 一般人会很确定这是厨房 很多杯子的地方跟盘子的地方 就代表厨房吗 这是他心里的疑问 那你要帮助他扮演这个角色扮演 那如果在大一点的时候 你可以用他生活的事件 来跟他讨论 比如说他去上学 遇到小明遇到那个小王 那两个人有一些交流或冲 妈妈就问他说 当时你怎么想 那小王为什么会这样呢 小王是怎么想 那他有时候会讲 小王就是什么什么 小王就是怎样 他怎么讲都可以 你只要帮助他开始去理解 或猜测别人的想法 都是好事 因为他平常懒得做这些事情 第三个 加强想象力 因为他们想象力其实是比较低层次的 所以如果加强呢 方艺师推荐的就是跨领域的活动 跨领域的活动 比如说音乐变成绘画 我今天放音乐给你听 音乐就音乐嘛 你听听音乐之后 把那个音乐变成图画 那有时候小朋友喜欢做 听一听 他就停着他对音乐的感觉 画出一张图 那你也可以给他一些纸牌 纸牌写一些单纯的字 比如说我 图书馆 游泳 吃冰激凌 你把一大堆纸牌 那抽到什么纸牌 就要开始讲下去的故事 那小朋友为了把故事连续下去 他就会继续掰啊 然后把故事连成一起 那这就要发挥他的想象力 那这些游戏都可以来增加 他大脑的对跨领域的连结 那都是想象力 最后有时候 自闭几项的小朋友 的家长真的是很辛苦 小孩子呢 去坐捷运 然后就说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然后就大吵大闹 那不停下来 完全无视于别人的存在 这种豪气 有时候妈妈都很气 所以这个小朋友的豪气 妈妈就好气 那这怎么办呢 有时候这路太远 你有时候总不能把他关在家里 然后把他用那个栏杆围住 那路太远就不走了吗 就要慢慢的走 从短距离的走 所以这个世界 对于自闭倾向的小朋友 太大了 那大脑的发展 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 他整个在儿童期 童年期到青春期以前 他都在发展 所以你适时的 有方法的介入 有助于他大脑神经的连结 所以今天特别讲这一集 自闭倾向儿童录的教养 就是鼓励 这些自闭倾向儿童的爸妈们 不要因为路太远就不走 先走到新北 再到新竹 再到台中 最后到高雄 好不好 那谢谢各位 想要从医学的角度 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 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 请不吝点赞